持續回來帶您看到的是物價漲個不停 年輕人低薪沒有改善 成了新一代的新貧族 而為了要付房租跟學貸 年輕朋友用了很多省錢的PayPal 像是吐司 吐司上面吐烤肉醬 再用打火機來加熱 這麼下來一餐只要花15塊錢 剩飯捏一捏也算飽餐一頓 這就是許多年輕人的三餐寫照 根據調查 將近六成的年輕人認為 吃成了最大的經濟壓力 我們調查顯示 每個月增加4000多塊一個開支 最有感的漲價東西 其實在外食以及積壓魚肉跟蔬果 還有民生用品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裡面有看到一個數據說 其實也有大概有兩成六的人 他是決定要自己改代便當 物價漲不停 月開銷多了快5000元 超過四成的民眾月薪不到3萬 更有三成五的年輕人 薪水根本不夠用 每一塊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三三吃的就是能省則省 吃它其實在那種賣場是很便宜的 然後就是因為要收工 就是他們要收的時候 你三十幾塊可以買到兩三條 如果就是都一直吃這種吐司的話 我一餐大概10塊15塊就OK了 因為一條吐司差不多可以吃個兩天到三天 剛剛退伍的鍾先生做零食工最少只領8000 他靠吃吐司皮加烤肉醬 再用打火機烤省下電費 一個月餐費只要500元 還有收集醬料包用保溫杯 燜泡麵一餐也只要10元 低薪加上高物價 小市民的痛苦依舊無解 自然新聞宇春虎晨疑 臺北